这是一幅温馨又略带伤感的画面 胖大海即将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和奶妈 前往北洞的情景 原本胖大海在中心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由于犬温热的爆发 和他同龄的几只小熊不幸离世 为了他的安全 北洞决定提前召回他 对于年仅一岁的胖大海来说 他还不懂得即将面临的离别意味着什么 当看到奶妈哭泣时 笼子里的他显得有些困惑和无助 内心充满了迷茫和不安 来到北洞后 胖大海面对陌生的环境非常不适应 那段时间的胖大海显得非常内向 常常独自坐在树叉上发呆 寄不完院子里的玩具 也不与游客互动 徐老爷心疼他 特意跑来与他玩耍 但他也只是默默吃着损损 没有太多的回应 许多人担心他会因此抑郁 直到萌兰的出现 萌兰是胖大海的表哥 他的出现让胖大海感到惊讶 因为之前听说的消息 让胖大海以为萌兰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看到萌兰时 甚至吓得躲到树上去 但经过萌兰的多次邀请和确认 胖大海终于接受了 萌兰还活着的现实 并开始与萌兰交流和互动 萌兰非常关心胖大海 不仅经常与他聊天 玩游戏 还担心他吃不饱 主动把自己的竹子递给他 兄弟俩一边吃着同一根竹子 一边聊天的画面 充满了温情 萌兰还教会了胖大海边鸡龙 让胖大海在无聊时 有了事情可做 在萌兰的陪伴和照顾下 胖大海逐渐从原来的射恐小熊 变成了北洞明星 他的改变 让大家都称赞 萌兰是治愈小熊 他的温暖和关爱 真的治愈了胖大海 室刺 邀兰